舞者摆动身体姿态摇晃 搭配铿锵的音乐声响 仿佛鸡瞳或是三太子在舞台上起机 这是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 在春斗2015中推出的新作 来 创作理念源自于独特的童年经验 我有看到一个鸡瞳在起机 这个大叔就是在几分钟里面 他可以很快变成另外一个样貌 他有点像是一个演员 或者是像一个舞者 他可以很快地在一个moment 他转变变成一个样子 我很好奇这个是怎么发生的 所以这个东西在我心里留下一个印记 郑宗龙将舞座命名为来 也透过编舞的过程 让自己去面对宫庙文化 去除曾经生子在内心无畏的恐惧感 很多的民间信仰会停留在一种 比较好像是没有受到教育的一种阶层里面 所以他好像某方面已经被框框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我是不太敢去面对这个议题 可是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做他 他好像就没有被另外一种 被舞蹈转化 像过去看里面 现在看外面 然后看外面看到什么 可能是看到我的童年 看到我的信仰 我的文化 然后把它表现出来 那之后我还会不会看到更大的世界 然后我还会走到哪里 我就不知道 云门舞集搬到淡水 郑宗龙接任云门二艺术总监 春斗2015将打头阵成为云门剧场的首档演出 云二在当初 林老师跟曼菲老师创立的时候 希望这是一个给年轻创作者的一个平台 跟给他们这样的舞台 所以新的剧场我觉得用新的人 然后新人就有新的气象 而且年轻人代表未来 所以我们才邀请两个很年轻 但是让我感觉非常有压力的变舞家 舞者手上抹着油彩 身体猛烈摇晃颤动 双手雀人向上探球 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这是编舞家陈韵如的作品 冲撞天堂 这个作品想要呈现的是一个力量 然后是一个往前走的力量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我感受到一些事情 就是大家可能在比较自私的规矩里面 然后就会OK好我们赚钱 因为要生活什么的 然后就会妥协 那我觉得在生命中 那个妥协一旦多了之后 其实人的生命力就会消失 为什么是说冲撞天堂呢 那天堂这个东西我觉得 对我来讲是一个生死的概念 就是我们大家死了之后 就是大家会说要上天堂 不要下地狱 要往西方极乐世界 对那个地方我就觉得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死了之后 才可以到达那个美好的地方 为什么不能现在 就用你自己的力量去到达 编舞家黄怀德回头关照 自己曾经低潮的情绪 以及编舞过程中 奶奶过世的心情转折 完成舞作暂时而已 舞者在晃动游走的舞之间 展现出无可奈何的人生滋味 你生命中一路走来 从你身边的人离去的人多少 那他对你来说多重要 所以跟他的相处 我甚至怀疑是真的有存在过吗 就是那个暂时而已 这件事情 那他在你身上是留下什么 因为我用了走这个元素 不同形式的走 那走他对我来说 他的想象空间是在于 你可以随着那舞者 他看的表情或状态 你可以去想象 他现在在走 可是怎么在一条路上 新人新作 云门2春斗2015 展现不同的舞蹈姿态 邀请观众到淡水 一起为云门剧场揭开序幕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惠玲 你可能很难想象 享誉国际的云门 他们在铁皮屋盖的排练场 里面跳了十几年的舞 后来铁皮屋大火 云门才又千辛万苦地 找到了新家 新家的开幕演出 是云2的春斗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云2总监郑宗龙 来跟我们分享 宗龙你好 惠玲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影片里面 你们是在新的云门新家跳舞 这个其实是还蛮有意义的 像我们刚刚讲过去 是在铁皮屋里面排练 可是现在是搬到了新家 对于云2春斗来说 这也是一个很新的开始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搬新家的感受是什么 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在淡水 在户围炮台的后面 然后一个小山凹 那林老师他们和建筑师 黄申源他们在设计 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们不希望把旧有这个 因为那里之前是中央广播电台 是 他们不希望把这个旧有的建筑打掉 因为它有个历史意义在 所以其实他们在做建筑 这个房子的时候非常困难 对 因为我们可以使用的地 就是在这个建筑物 跟山的中间一小块 所以他们很多很多在要盖一个剧场上来的时候 是要透过 绕过这个建筑物 然后让那个吊车跟钢筋 经过这个建筑物 然后才盖起一个剧场 然后老师还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找了很多树 他希望这一个地方 建筑团队跟老师都不希望说 他变成一个建筑怪物 对 所以他不要破坏那里的地景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很多 种了很多不同的树在附近 我听林老师说 他希望这些树是 他观照到一年四季都要有不一样的开花 不一样的风景 然后亲自去找这些树苗来种 对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 其实云门以后会非常漂亮 对 他现在其实已经很漂亮 对 刚刚中龙讲到那个建筑物 原本中央广播电台的建筑物 所以你们是如何把新的排练场安置在这里 又不会影响到原本的建筑物 其实我们没有动什么 因为他本身 他就是一个挑高 非常足够的一个一个 一个空间 只是说他需要 他是广播的空间 所以他是隔了很多小房间 那我们其实把这个房间 全部都撤掉之后 对 他就是一个 也许各位有去过军营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 那个讲堂的那种地方 他就是这么长 没有柱子 没有柱子 这很重要对不对 没有柱子对于舞团来说 在跳舞的时候 就不会需要绕过一个柱子 或怎么样就很奇怪 对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 云门新家的时候 林老师有说 以后大家可以来这边看山 看海 看表演 所以云二最近在新的排练场里面 排练 感觉心情怎样 我们刚到的时候觉得非常安静 在这样的地方 对 但是当然很多工程还在 还在加紧的一些小地方 在赶工中 那对 其实对大家来讲 过去在巴黎 会听到会听到大马路旁边的沙石车的声音 然后你摩托车 Q停了就就进去排练了 对 所以其实到然后到淡水的园区 那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就像有些朋友可能搬家 他就知道对 你你下去楼下的7 跟你下去楼下全家 就是完全 你的路线什么都完全不一样 大家都在适应这一个环境 然后也很 也真的非常喜欢这里 专注在跳舞里面 就很快 对 刚刚周龙说 其实你们经历过一段铁皮屋 对 在大马路旁边 但更早之前 你们是在巴黎 比较 山上的铁皮屋 对 那个形式云门 很久 十几年来都在那边排练 对 你对那边应该也怀念特别多 它有一条小溪 从观音山上流下来 对 然后水 水很干净 在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时候 是不是被污染了 四处都是种 种一些果树跟农田 是 所以这是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那我刚进 两千年的时候 我刚进云门 就是在那里开始排练 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 我那时候到云门去的时候 就找门牌找不到 然后云门的朋友跟我说 没关系 就努力的把车子 如果你开到了一个乡间小路 你不要怀疑 真的就是那里 然后我在 我记得那时候 跟一个舞者聊天 我就问他说 你真的不会很热吗 因为你知道 夏天你们应该很清楚 对 外面三十二度 里面可能三十八度 对对对 很热 然后那舞者就跟我说 其实不会耶 我跳的时候都不知道 也没有感觉到很热 是跳完了之后才觉得好热 对 他可能没有 在在演 在跳舞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想 想到热这件事情 专注在表演上 对 小时候只要有什么 哪一个神明生日 是是是 我们就会有绕镜活动 很热闹 对 然后我妈妈就一定会拉我去巷口看这个东西 她说这是你的文化 你要注意看 我希望把那些 我所看到的台湾庙宇的感受 各种颜色 然后那种香 香的那种气味 对那些 藉由舞蹈跟舞台设计 把它呈现出来 我们这次的作品叫做《来》 对 跟我们介绍一下 听说钟龙这次跟你的小时候的 看到那种庙会游行有关吗 对 其实在过去我的创作经验里面 我比较多的作品 它是在把我的感受说出来 例如像一个蓝色的地方 对 就是我在忧郁骑的时候 然后像墙 就是我在撞墙骑的时候 然后从在路上开始 我好像眼睛往外面看一点点 就在我旅行过程中 有一些资讯进来 然后到杜莲奎 英威玲林老师来给我一本 王尔德的故事书 对 一个故事书 然后再加上 我对一些台湾的北馆的音乐的喜好 把它结合在一起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从好像是从在路上开始到到杜莲奎 对 我好像对我生活里面的一些 在我通常生活里面的一些文化印象开始有一点点着迷 因为从小我就看很多不同 我从小就开始学跳舞 然后接触到很多西方的现代舞 可是到现在我好像觉得说 我可不可能把这些东西 用我的生命经验表达出来 所以它是在我生活里面的 对 所以做了这次的来 然后你说肌童就是 我脊椎受伤的时候 我父母亲可能因为真的很担心吧 就带我去家里面 附近的庙里面 去求神 守经拜拜 对 去求神 是 那就很有趣 那个过程是这样 就是 有位道士就在念经 然后有位师傅 他就坐在一个红板凳上 就很像杜莲奎那个红板凳 是是 他坐在上面也没有做什么 然后就摇头晃脑的 那穿得也非常普通 就像我们在路上会看到一个叔叔 大叔 阿伯这样 对阿伯这样 然后满头的白头发 可是就在这个某一个桥段 三分钟五分钟过后 这个阿伯他迅速的变成 另外一个人的样子 他不是你刚看到 就是这样子坐在那里 他是马上有一个角色 在他的身上 那我当然在那一下的时候 我好奇的并不是哪一个神来了 或者是什么神秘经验 对 或者是什么 我好奇的是 这到底是什么 怎么会有 有一个叔叔阿伯 他可以有这样子很快速的转换 经由一个宗教仪式 对 那我其实觉得从我在舞蹈的经验里面 我觉得舞蹈有办法提供这样的转换 他不需要借由宗教 他不需要借由信仰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有一个角色叫做三太子 我们不需要一个角色叫做技工 其实我们可以从经历动作跟给舞者的一些情绪的指令上 他可以有很快的变化 如果讲在举例来说像梅丽石碎谱 他就可以有一个人然后在在很快的时间里面他做很多转换 像铁娘子里面 他可以一下这样一下那样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好像他就像一个演戏的人 他其实也是一个舞者他必须要具备的 他有多种经历转换的可能性 藉由不同的肢体语会去传达那个转换 对 所以在这次的舞蹈动作里面有应该有很多是加入了 比较台湾传统民间的那种庙会的舞蹈 或是神将的动作会这样吗 我记得小时候只要有什么哪一个神明生日 是是是 我们就会有绕境活动 很热闹 对 然后我妈妈就一定会拉我去巷口看这个东西 然后就拉我在旁边 他就叫我看 他说这是你的文化你要注意看 那我听不懂这个什么意思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对我来讲像嘉年华一样 原本很比较安静的巷道街道巷弄 然后突然在哪一天的中午下午傍晚 所有的邻居把供桌都端到桌上来 放鞭炮烧金子 然后有很多大的神明在你家前面就这样子过去 对 尤其很明显的是 但我小时候记忆最深刻是七爷八爷 对对走出来很大一尊 那会吓人 对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讲都存在这里 然后前一阵看到一个动画叫做公壳特空队 是日本的动画 他是在讲未来世界很科技的东西 他里面的内容完全取材我们庙会的情境 所以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日本人可以把我们的这些东西转化的那么好 那么漂亮 那这一次来从起机开始 在状态上 那我也觉得有时候我走进去庙里面 台湾的庙宇跟西方的教堂是非常不一样的 西方教堂从建筑里面 你会感到一种树木感 是 是 他是很安静 你很少看到有有神在上面 他其实就是一个讲台 对 他是说话的地方 对 那台湾的台湾的庙宇他是神的住所 所以你转角你就会看到一尊在那里 然后一个柱子也是极尽所能的 把所有的元素塞得很满 对 所以整个庙宇里面他是 非常多主题 然后是互相互相在争厌的 是 是 好像我希望把那些 我所看到的台湾庙宇的感受 各种颜色 然后那种香香的那种气味那些 他好像跟西方的教堂的那种干净 然后树木不太一样 所以我在感受上希望把这个东西 藉由舞蹈跟舞台设计把它呈现出来 加上之前说的那个鸡筒的这个部分 然后去找到一个 我喜欢的一种一种一种跳舞的方法 可是从自己生活里面 从这块土地里面去民间信仰里面去爬 去抓 去把他凑在一起 所以大家其实这次去看中龙的来 应该会多多感受到一点亲切感 回去回想到家里面 就是你说的那种游行 就是庙会的感觉 可能可以看到一个似曾相似的感觉 对对对 为什么会叫来呢 其实我刚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很害怕说出来 怎么说 因为有一点点意识形态吧 就民间信仰给人家的感觉 或者是台湾的宫庙给人家的感觉 就是灰灰暗暗 然后有很多不良少年 常常是像我就是聚集在宫庙附近的不良少年 小时候你有跳过八家将吗 没有 但是我是跟他们混在一起的 所以我就是有这样的意识形态 就觉得说不好意思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 或者是说你在装神弄鬼 可是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人做这样的事情了 那我觉得来他的这个字 有一点我去面对他的感觉 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 舞者在跳舞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东西来 然后让他开始有改变 就像我们刚刚说奇迹这个部分 那其实这个东西来 完全是每一天每一天 有我跟舞者工作的状况里面 把这个形象给塑造出来 他刚好在一个很低潮的时候 然后他一直告诉他自己说 这是暂时而已 这是暂时而已 我打电话给他 邀请他来二谈编舞 所以他觉得 当他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 他觉得他好像过了一个gap 然后他的心 他的感受开始 开始专注在创作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也带他离开的那个 那个暂时 对那个暂时 对 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也看到 钟龙请了两位让你感觉到 非常有威胁感的编舞家吗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春斗里面另外两个作品 怀德跟韵茹 对 因为我们觉得舞蹈最重要的就是肢体 肢体的表现 然后肢体的风格 所以当我在苦恼说 应该应该是在寻找年轻创作创作者的时候 我看到两个非常特别的身体 就是怀德跟韵茹 就是怀德有一种摇摆感 就是他常常是没事是躺这样弄亮 然后他在跳舞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可是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身体跟很多人 他有他很特别他的肢体的风味 韵茹虽然是一个女生 可是他有一种力道是非常强悍的 从我在大学跟他工 他在大学的时候 我跟他工作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他是一个很酷的女孩子 所以两位创作者编舞家里面 他们有一种有一种东西正在他们身体里面 所以我就希望说问他们 他们可不可以将这个东西带到二团来 跟二团的舞者分享 然后一起创作作品 所以韵茹这次做的是冲撞天堂 你看 酷酷的 对 所以他刚刚在讲他的舞作的时候也是 他说为什么天堂会是未来的事情 现在也为什么不可以是在人间找到天堂 是这个意思吗 他在跟你们沟通舞作的时候 他怎么诠释这个作品 我其实有听他说过几次 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是将他在生活里面的经验 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 等我结束之后会有个更好的世界开始 那韵茹可能会觉得说 其实每一个当下 他就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了 你就去面对那一个当下 所以他好像就是经由创作去把这些 他对于生活的感受表达出来 除了韵茹的作品之外 怀德这次是暂时而已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怀德这个作品 好像也是跟他的人生生活经验有关 对 他刚好在一个很低潮的时候 然后他一直告诉他自己说 这是暂时而已 这是暂时而已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很巧的时候 我约他 我打电话给他 邀请他来二谈辩舞 所以他觉得 当他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 他觉得 好像 他好像过了一个gap 然后他的心 他的感受开始 开始 开始专注在创作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也带他离开的那个 那个战事 对那个战事 然后他有一个很好的形容是 他说汤姆汉克有一个电影 他是好像是联邦快递的一个快递员 坐飞机然后掉下来 荒岛 是是是 掉到一个荒岛上 然后当他开始学会很多 生存的功能的时候 可是他一个人非常无聊 然后他没有精神上的寄托 他找了那个球吗 排球 Wilson Wilson 对他就弄了一个排球 对 然后可以每天跟他说话 是是是 怀德是这样说的 他说他的Wilson 就是他这个舞作 只是这个舞作他不叫Wilson 他叫做战事而已 是 所以其实他就是在 他需要一个这样的作品 来跟自己对话 然后把他自己在 需要疗愈的那段期间的过前 奶奶过世的这些事情 整理出来变成一个战事而已 果然这两位编舞家都让钟龙 感到威胁 他们真的有很多很棒的创意 就是当我在专注我自己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这些人在想什么 有很多这种不同的东西跑出来 那对二团来讲是非常好的 对 其实二团的春斗 一直都给我们看到很新的 很年轻的编舞家 做的很有创意的作品 今天我们也非常期待 而且最期待的是 我们可以去云门的新家 看山看海 看表演 今天谢谢钟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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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